电动汽车是近年来汽车工业中的重要发展方向 越来越多的汽车制造商将投资研发和生产电动汽车 以满足市场需求 然而在电动汽车的大家庭中又有很多种分类 其中包括纯电动EV 油电混合动力HEV 插电式混合动力PHEV 增程式电动EREV 和燃料电池电动FCEV 是几种主要的技术路线 每种技术路线都有其独特的优势和适用场景 那车生活来说说 这些不同分类的电动汽车 有什么区别和优缺点 纯电动汽车英文名叫Electric Vehicle 简称EV 其代表车型有特斯拉Model 3 比亚迪海豹 它是完全由电力驱动的车辆 没有燃油发动机 它们依靠电池组储存电能 通过电动机驱动车辆行驶 纯电动汽车具有零排放 低噪音、高效能等优点 非常适合城市交通和短途通勤 纯电动汽车的核心是电池组、电动机和电力控制系统 电池组提供电能 电动机将电能转换为机械能驱动车辆 电力控制系统则负责电池的管理和电动机的控制 现代纯电动汽车普遍采用锂离子电池 因为它们具有长寿命、高能量密度和低自放电率等优点 纯电动汽车的主要优势在于零排放、低噪音和运营成本低 然而它们的续航能力相对有限 充电时间较长 且充电设施的普及程度也是制约其发展的关键因素 此外,电池的回收和处理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油电混合动力汽车英文名是Hybrid Electric Vehicle 简称AGV 其代表车型有丰田普瑞斯、丰田凯美瑞混动 它结合了传统内燃机和电动机 能够根据不同的驾驶条件自动切换动力来源 这种设计旨在提高燃油效率和减少排放 油电混合动力汽车通常配备一个小型燃油发动机和一个电动机 以及一个能量回收系统 在低速或拥堵路况下 车辆主要依赖电动机驱动 在高速行驶或需要大功率输出时 燃油发动机会进入工作 能量回收系统则可以在制动过程中回收能量为电池充电 油电混合动力汽车的优势在于节能、环保和低噪音 它们无需外部充电 能够在现有的加油站体系下运行 然而由于电池容量较小 电动机的驱动时间有限 且不能悬挂新能源绿排 此外 混合动力系统的复杂性和成本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英文名是 Clugging Hybrid Electric Vehicle 简称PHEV 其代表车型有宝马530E 比亚迪宋迪MI 比亚迪琴艾尔 它结合了油电混合动力汽车和纯电动汽车的特点 它们既可以通过燃油发动机驱动 也可以通过电动机驱动 并且可以通过外部充电接口为电池充电 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通常配备一个较大的电池组 可以通过家庭或公共充电桩充电 在电量充足的情况下 车辆可以像纯电动汽车一样行驶 当电量耗尽时 燃油发动机会介入工作 这种设计使得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既具有纯电动汽车的环保优势 又具有燃油汽车的续航能力 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优势 在于节能、环保、续航能力强和充电便捷 它们能够悬挂新能源绿排 享受政策优惠 然而由于电池容量较大 车身重量和成本也会相应增加 此外 充电设施的普及程度 也是影响其发展的因素之一 增程是电动汽车的英文名是 Extended Range Electric Vehicles 简称EREV 其代表车型有 理想L9雪佛兰Vold 它是一种特殊的混合动力汽车 它们通过电力驱动车辆行驶 但配备了一个小型燃油发动机 作为增程器 用于在电量耗进时为电池充电 增程式电动汽车的驱动方式 与纯电动汽车相同 但增程器可以在电量不足时 为电池提供电能 这种设计使得增程式电动汽车 在续航能力和充电便捷性方面 优于纯电动汽车 增程式电动汽车的优势 在于续航能力强 充电便捷和环保 然而 由于增程器的存在 它们的复杂性和成本 也会相应增加 此外 增程器的燃油效率 可能不如传统燃油发动机 因此在一些情况下 可能会增加排放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的 英文名Fuel Cell Electric Vehicle 简称FCEV 其代表车型有 丰田Mirai 现代NEXO 它是一种使用燃料电池 将氢气转化为 电能驱动车辆的汽车 它们具有零排放 高能效和长续航等优点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的核心 是燃料电池系统 燃料电池通过电化学反应 将氢气和氧气 转化为电能和水蒸汽 电能用于驱动电动机 水蒸汽则作为副产品 排放到大气中 这种设计使得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在环保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的优势 在于零排放 高能效和长续航 它们非常适合长途运输 和高频率使用的场景 然而 由于燃料电池技术的复杂性 和成本较高 以及加轻设施的普及程度有限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的发展 还面临一些挑战 此外 氢气的生产和储存 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纯电动汽车 油电混合动力汽车 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增程式电动汽车 和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是五种主要的电动汽车技术路线 每种技术路线 都有其独特的优势和适用场景 纯电动汽车 适合城市交通和短途通行 油电混合动力汽车 能够在现有的加油站体系下运行 节能环保 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结合了纯电动汽车 和燃油汽车的优点 续航能力强 增程式电动汽车 通过增程器 提高了续航能力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则具有零排放 高能效和长续航等优点 城市代步为主 充电方便可以选择EV或PHEV 短途用电 长途省油 家里有充电条件 可以选择PHEV或EREV 希望使用方便 无需充电 可以选择HEV 注重环保 能接受充电网络依赖 可以选择EV 感谢收看本期视频 对于本期视频 你是不是对电动汽车 有了更多的了解了呢 欢迎点赞关注 下期再次期待您的到来